最近在一本儿童故事书中 我读到了这个故事 其中讲述了一只损坏的玩具猫 被放在一个盒子里 那这个玩具猫不记得它的名字 所以当它听到外面的搬运工人 称它为垃圾时 它就认为那就是它的名字了 过后它设法寻找回家的路 而最后回到家了 发现自己是有一个名字 也非常的被主人爱戴了 它的主人很高兴能得回它 还为它缝上了新的耳朵 手、脚和尾巴来恢复它的样子 这只玩具猫被重生了 而有了自己的一个家 那其实这个故事与我们人非常相似 我们很多方面就像那只玩具猫一样 当我们不确定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时 我们很容易接受自己所看到的 世界如何衡量定义我们的 来受到影响 然而如果我们真正的寻找自我 不是世界定给我们的虚假身份 我们将会发现有一个等待我们的主人 以及一个为我们预备的家 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 我们将在这个世界当中 恢复上帝儿女的身份 而我们的灵 我们的选择 我们的态度和观点 都将在他的光中 爱和怜悯中得到更新 我们就会成为在上帝里喜乐 蒙恩和有能力的儿女 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 你看 付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珍视他的儿女 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 是因为曾认识他 我们真实的身份的秘诀 就是隐藏在上帝的爱和怜悯之中 而我们若要成为最真实的自己 就是要看到上帝如何的认同我们 这也是我们存在的理由和目的了 就像圣经里 浪子回头的故事一样 多年后终于回家了 但父亲不但没有责备他的行为 却以爱和原谅他的心 来迎接他的归毁 这对我们和我们的父神来说 也是如此 我们不是受到罪恶的 诅咒 而是受到了救恩的祝福 我们不是被我们的过犯所谴责 而是在恩典中得到了恢复 我们迷失在这个世界上 但在上帝里我们被寻回了 我们的身份就是父所在的地方 重要的是他对我们的看法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说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全并做神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仁义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当我们接受他时 我们是谁呢 我们就是他的儿女了 然而现实是 我们仍然可能感觉不像上帝的儿女 我们可能每天早上 不太能享受他的话语 或者不想每日都祷告 但绝对不要让谎言之子 撒旦欺骗了你 说你不配做上帝的儿女 我们心里不应该问 你凭什么到上帝面前 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说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 上帝已经邀请我们 进入他摆设的宴席 他已经献上了基督 作为我们的赎罪祭 所以没有人可以指责我们 或将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 因此你应该问的问题是 你是谁撒旦 当主已经拣选了我 你凭什么控告我 而当我们仍然无法掌握 和接受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 来得喜乐时 我们一定要回到上帝怎么说 今天我是怎么寻找 我在基督里的身份 不是我的老板怎么说我 我的同事对我的看法 或我的成绩的评价 怎么衡量我的价值 而是在圣经经文中 上帝如何看待我的生命 弟兄姐妹们 上帝的话语 为我们提供了 我们所需要的证据 你是被拣选的 不是被遗弃的 你是自由的 而不是奴户 上帝是为了你做 而不是与你对比 你是他的孩子 而不是孤儿 那就是你 因为那就是上帝说的你 你的身份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 唯有你们在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师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遭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主为你代求 他的爱不窒息 他是接受迎接我们 也称我们为他所爱的 愿我们都能通过上帝的眼光 来看待自己 并恢复我们在基督里 真正的身份 上帝保守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